我跟鄧麗君合唱耶 好棒 我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 在念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經常我爸爸的車上 就放著鄧麗君小姐的歌曲 那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聽到他非常多不同風格的 這種歌曲 那當時就是說在台灣 其實基本上 像我帶我這個年齡的孩子 都是聽著他的歌長大的 所以他對我的歌唱的那種影響力 其實是有的 就是在淺移默化當中是存在的 所以一直到現在呢 就是當我聽到了他的歌聲 會突然之間把我拉回到 我的童年生活 然後回到就是在車上 跟爸爸一起聽歌的那種感覺 特別的穿越感覺 對 但是我想一位有風格的歌手 像孟廷偉、像雅雅這樣的 無論他唱多大排歌手的歌 他都唱出自己的味道 好,謝謝雅雅 好,也謝謝三位評審 好,請落座 謝謝 今晚將會有五位的 模仿者和雅雅同台 那經過了我們前兩輪呢 現在還剩下三位 對 和雅雅同台 聲音都很像耶 聲音非常像 非常非常的像 對啊 那三位評審呢 接下來我們這一輪的比賽呢 你們要根據 每一位模仿者聲音的相似度 依次排序 並且你們將採取 背對舞台的方式 用你們的耳朵 來傾聽和分辨 只能聽不能看 請轉動評委的沙發 讓我們來聽 這首非常好聽的歌 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 我們這輪比拼的歌曲 世界首 哦,有一點點 沉沉的 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 我想過去的那些年 一定有不少女孩 跟男朋友吵架的時候 吃醋的時候 都會自己悄悄地流著眼淚 唱著手 你究竟有幾個好妹妹 好的 我們這一輪的比拼即將開始 電視機前的觀眾呢 當你看到電視屏幕的顏色 在改變的時候 那麼也就意味著 我們的演唱者也在改變 每一個歌手都有事先設定好的 代表他們的顏色 所以三位評審 好,要在這些顏色當中聽出 哪個顏色是孟婷瑋芽芽的聲音 哪個顏色是其他模仿者的聲音 好的,交給三位了